在今天的航班上 我們有代表臺灣前往巴黎參賽的中華隊選手 包含田徑 群體 桌球項目 我們非常榮幸今天可以陪伴著他們一起同家 感謝所有選手們的結出表現 你們是我們臺灣的驕傲 在此特別恭喜五指戰隊的吳志儀小姐 還有陳彥琴小姐 雙雙榮獲奧運拳擊銅牌的榮耀 拳擊女王陳彥琴 非常堅強地平坐各種難關 此次表現 經驗國際 拳擊美少女吳志儀 展現了苦練的驚人實力 令人讚賞 擔任這次中華奧內地募市長旗官的 臺灣最速男楊君和先生 不斷追求極限運動家的精神 讓全世界看見臺灣選手滿滿的通勁 此外 等班還有另外一位地募市長旗官 她不但是臺灣的拳後 也是全世界的拳後 她就是我們立頂的臺灣女兒 林玉琴小姐 第一面拳擊金牌 第一面拳擊金牌 她正是完成了奧運 四季賽 雅韻 雅錦賽 是個大滿 貫塵 玉琴將直移化為動力 李四在擂台上以實力證明自己 金牌就是最好的回擊 永不放棄的天戰精神 令人動勞 常呼破浪 會有時直掛 凝凡替傷害 謝謝玉琴小姐 讓全世界看到我們臺灣的驕傲 最後 請代表長榮航空 再次感謝各位貴賓及中華隊的頂尖好手們 你們是名不其實的臺灣之光 請大家給予所有中華隊的英雄們 最熱情的掌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